你哭我一我了 怎么啦 等下我的卡钱放置在那边干嘛 我要哭了各位 我终于拿到了这张新的Touch & Go Car 这张东西很夸张啊我跟你讲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 开卖那天是4月22号 今天已经是5月9号了啊各位 还是一样一张难求根本买不到 我已经连续耍了10天的Touch & Go 外表都一直讲着so out 然后就有网友跟我讲说 有站Petrona 少有卖 我已经跑了好几间哦 你们骗人 最夸张是什么 我在Shopee看到有人拿来炒到90块钱一张 所以最后我到底有没有买到这张卡叻 没有 这样我这个是到底怎样来的叻 借回来的 好久不见先给Jet 哈喽 我已经变色的叻 对啊 谢谢这应该就最年轻我为又单身的老板 Chess 借我的 嘿嘿嘿 所以这张Touch & Go卡到底有什么厉害呢 厉害到可以被炒黄牛 就是 可以自己用手机reload 那之前的Touch & Go卡如果是没有钱了的话 你就要去邮站找人帮忙reload 而新的这个叻就不用啦 只需要叮叮两个靠近就可以自己reload金钱去卡了 只要make sure你的手机哦是有NFC功能就可以做到 是不是觉得很厉害嘞 这个东西在外国补不补变我是不懂啊 但是对于马来西亚来讲哦 它算是很鸡的东西啊 因为Touch & Go我基本上就是同意了 全部支持NFC功能的手机 不需要另外另一个账户 只需要dead就可以了 所以今天这一集叻 我就是在网上看到很人对这张卡有疑问 为什么我要花钱去买它 我会分成两个部分 一解答完你们所有的问题 二亲自测试一下这张卡到底有什么用 第一个问题就是这张卡到底怎样用叻 第一步当你拿到新卡之后 记得先打开你的Touch & Go App 然后把你的卡放进App里面 第二步就按reload这个字 然后你就把这两个东西放靠近它 看一下他们信到没有 我们现在试啊 有耶 successful哦 再多秒 2秒 3秒 3秒吧哦 诶可以耶 第三步就是看你要reload多少钱 这边我就写 15块钱 因为Touch是从Balance里面扣的 所以你要确保你的e-wallet里面是有钱 你才可以reload到 OK 我们按reload 那reload也是要把卡放在后面 再scan多一次的 所以我们现在就放在一起 叮 成功了哦 这样如果你后面想要得空得空 check一下里面到底剩下多少钱 铜呀 你只需要把这个卡scan一下 就可以看到哦 诶 里面有20块 第二个问题就是为什么我的卡scan不到 其实最简单的原因就是因为哦 卡放在背后scan是因为要靠NFC嘛 那我这台就是华为P30 Pro 它的NFC的位置是在手机的真中央 所以我放在这边scan是ok的 可是如果你是iPhone的话 iPhone的NFC位置哦 是在靠近镜头的这个位置 所以当我们scan的时候要比较靠近镜头位 这样子才没有问题 这样其实目前大多数的Android品牌的NFC位置 都会有一点点不同 但是大多数都是在真中央或者是靠近镜头的位置 而且记得哦 一定要有NFC功能的手机才用得到 iPhone的话iPhone7以上就有NFC Android的话就是因为太多信号了 我就不要一个一个讲了哈 你们自己去找啦 第三个问题 钱进去了卡可以拿回出来吗 结果我的实测之后发现是不可以的 钱只可以从eVolet去卡 不可以从卡回去eVolet的 就好像旧的他选购卡这样子哦 你进了钱你也是不可能拿回出来的嘛 你只可以用完它 第四题 带了手机壳可以scan到吗 应该也是很多人想要知道 ok我们现在直接来实测 那我这台P30 Pro现在是裸机 然后我自己带了一个后壳 这个是Rhinoshield的后壳 所以我们现在带上去看看可不可以scan到 我一定要试到成功位置 诶是可以的耶 诶经过我几次实测之后我发现 带了这个后壳还是可以的 只是哦它会比较没有那么容易scan到 所以那个卡哦你要靠近一点 然后你再adjust一点点位置就可以了 第五个问题就是新卡和旧卡到底有什么不同呢 其实他们两个之间最大的差别哦 就是可以自己用手机reload这一点 其余的哦旧卡可以干嘛 新卡旧可以干嘛 比如说你可以跌巴士火车啊 你可以过渡啊 你可以进mall的parking等等啊 比如说你进mall的时候发现你的 他选购卡不够钱进不到的时候 好你就可以自己reload了咯 第六题如果我的手机没有NFT的话怎么办呢 没有怎么办呢 你就是不能够top up不了了吗 你还是要找有NFC手机的人把你top up 或者你自己去邮站找人top up啦 这样子的话你根本就不需要这一张卡 或者是你看这个新手机 最后一个问题就是旧卡的钱可以进去新卡吗 答案是不可以的 网上上大大个字写着not available 但是我上网把你check过了 其实你可以在网上申请退款就是e-refund 然后他就会进回去你的touch and go e-wallet 过后你再把它搬回去新卡 就这样 好啦现在我们就要去实测了 go go 开车 等一下咧我就会用这个新卡去给parking 然后再进去mall里面买食物 看看哦可不可以这个卡当成debit卡来用 OK 要到了 登登 OK 没有问题 进 进我肯定是没有问题哦 他进是个touch and go 卡啊 阿不然呢 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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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每天看这个影片他们都是可以去Warsen那边用的 我们吃饭买这个Hespray 你不买的吗 我买的 我买的 19块7 我的平衡有20块 可以耶 成功了 Warsen才可以用 这样接下来我要做东西跟鞋饿的 就是我打他去买一点食物 然后我就要跟他讲我要用卡给 然后他以为我用debbit card的时候 我就一个杀了一个措手不及用 他选购 看一下可不可以过 我现在看一下他到底扣了我的 一我乐钱还是扣了我的卡的钱 OK 他是扣我的卡钱 我请他三宫 OK 现在我们不够钱 先reload先 不然我怎样去骗人 耶 又有20块了 OK 去骗人买什么 修包要不要 MagD有 MagD有 随便叫一个 所以真的帮他当车是比萨高可以用的 Credit David 不难 不难 他 不难 OK MagD是不能的 所以就是说全部卡 机器都是不能接受的 他选购卡的 这样刚才Wasson到底是用什么机器呢 有没有看到 你帮我帮你把这个手机 啊 OK 先把它处理一下 11块了 我可以切一下 好 我可以切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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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我可以切一下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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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实声明 目前机器是不能拿来 scan touch and go 卡的 唯独Wasson可以 所以我觉得应该是 Wasson跟Touch and go 有在做一些合作 那如果未来 他就可以慢慢在 各种机器都可以当成 debit card用的话 然后他就真的很好用 还有parking 刚才Touch 对 还有parking 然后他该干嘛就干嘛 就是比如你搭巴士 你搭train 然后过Touch 这样子 诶 没有写扣了我多少钱的这麽 诶 没有哦 FREE Parking 没有哦 FREE Parking 这样子就是扣我的卡了 OK 我们现在回家了 第二个实验呢 就是要用这个新卡来过拓 就是看一下我这个Touch and go E Wallet 跟这个新卡 到底是不是陷在一起的 还是它们是分开的 蛤 那不是非画面 一定是分开的吗 不是哦 以前旧的Touch and go卡 是跟Touch and go E Wallet 是远群 毛拉 毛冷的 但是这个新的卡 就跟Touch and go E Wallet 有关系 OK 看着啊 我现在我的E Wallet 里面有75块063 然后我的Touch and go 卡里面是有20块的 我把它放进这个Smart Tag里面 看一下 等下我们过的时候 是扣我的E Wallet的钱 还是扣卡的钱呢 毕竟它们信在一起好吗 OK Later 准备 可能的了 全部人展开 女生开车 OK 挂了 2块钱 这个多 OK 现在 看一下我的Touch and go 扣了我的E Wallet Balance 卡 喂 这样我的卡勒 这样我的卡勒 看一下是不是还是40块 还是20块耶 等一下 为什么不是扣卡 我们明明是用卡过的 为什么是扣我的E Wallet 警戒 Tour Payment 扣2块 OK It's OK 我觉得我们要去过多一次拖 不要用Smart Tag的 我觉得是Smart Tag的问题 怎样都是扣你的钱呢 你在乎这样多做什么啦 如果我绑定的是我男朋友的账户勒 哎 现在我有75块56啊 还是一样 所以我们现在就不要放进Smart Tag了 哇 我很久没有走Touch and go Lane了 2块 扣2块 但是他没有收卡钱 我看到我的Transaction了 还有是扣那个 73块56啊 你扣我E Wallet 怎么 等下我的卡钱放在那边干嘛 OK 现在我们就可以总结说 原来过拖是不扣卡的钱 它是扣我的Touch and go E Wallet 这样子就是说 我这张卡其实就是E Wallet的实体卡 所以咯 只要你的E Wallet有钱 你就可以过拖 就算你的卡没有钱 你还是可以过 因为之前我们一向来咯 就是如果你的卡没有钱 你到Goto那边的话 你直接是轮掉了 你要马上找人去担扮你来 但是现在是不需要了 只要E Wallet有 你就可以直接过拖 因为我们过拖 不能够直接scanTouch and go E Wallet嘛 所以我们需要一个中间的媒介 就是这张卡去帮你过拖 实测完毕 总结来讲咯 就是这张新的升级版Touch and go 它最大的卖点就是 可以自己手动reload这件事情啦 其实就是旧卡干嘛 它就干嘛这样子 然后就是颜色比较漂亮 我自己是鼓励大家去用的啦 因为新东西嘛 就是要长睡一下 旧卡又真的是很旧了一下 至少有一天也是会被淘汰的 至于值不值得在Shopee 用90块钱黄油价去买它 我个人建议就是不要 等一等啦 迟早打吧